哈囉大家好我是狗兵狗兵称 相信大家有看我實況的朋友都知道 最近在玩一款很有趣的遊戲 這款遊戲英文名稱叫做Fortnite 台語叫做要塞英雄 但是我都叫他Fortnite或是Fortnite 它是一款類似吃雞大投殺模式的建築射擊遊戲 但是個人認為它比吃雞要來的好太多了 醜話先說在前頭 每人對遊戲的喜好都有不同 以上為個人意見 請各位平淡的看待 第一點要說的是伺服器 目前Fortnite公司並沒有在台灣設置伺服器 所以相對其他國家來的PIN很高 但是卻比吃雞為了競爭的改版 常產生的伺服器爆炸連線不穩或是連不進 而間接造成玩家的流失 要來的穩定許多 第二 這款遊戲有較能被妹子吸引的卡通繪圖風格 這邊我要說我的確有一些朋友 比較喜歡擬真的射擊遊戲 無非是從過去CSSF到Battlefield等這些大作所深深的影響 所以他們可能比較不會是這款遊戲的客群 但是但是 如果你今天有認識的妹子 你又希望她能夠跟你一起打遊戲 卻又不希望被她吐槽說這款遊戲好無聊的話 這款遊戲會是你最佳的選擇 第三 商店的每日更新 就是這款遊戲的精髓 在於能夠跟其他玩家有表情上的互動 包含著各種情緒上的表情以及跳舞的動作 雖然有些人說這些動作會讓某些高端玩家的BM行為增長 但是其實這款遊戲比吃雞還要來的對新手友善許多 第四 別的遊戲總是吃不到雞怎麼辦 放心這款遊戲會定時更新一些特定模式 像是原本的20對25對小組的模式 或是50V50的模式 再到最近的50V50的金五模式 這些都是對新手比較友善且較能有參與感的模式 我知道有些人會嗆說Fortnite抄襲 但我覺得最多就是模式行為較為雷同 若真的要說抄襲最嚴重的 應該是手機版大家都在玩的吃雞吧 不管怎樣 我都會推薦你來玩這款遊戲 畢竟在這數個月中 這款遊戲在Twitch的觀看人數已經遠遠超過原來吃雞的人數 希望有想接觸看看射擊遊戲的朋友 可以下載這款遊戲來玩 以上就是今天的小米Game的解說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跟分享 也不忘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 也可以到我的其他平台追隨追蹤一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